诶 诶 诶 二少龙 你 怎么 你想逐我 哥 太上长老 留昊儿一命 否则组长回来 你们该如何交代 交代 这就是毛夫的交代 好 浩哥哥 独角龙猿 是组长 天狱玄鹰掌 好 爷爷 你终于回来了 爷爷 太上长老 你们这是在做什么 我们只是在跟浩儿商量 看看他是否愿意 将生仙令赠予绍羽 商量 这就是你商量的方式 众人皆知 我孙儿绍羽的实力强于东方浩 这生仙令留在他手里 岂不浪费 所以你们就趁我外出 未必浩儿将生仙令交出来 我只是 而且 你就那么确定 浩儿的实力低于少羽吗 族长 方才若不是我手下留情 东方浩就没命可活了 难道不是你先向浩儿出手的吗 我 生仙令给了少羽 待他拜入仙门 也是我东方式全族的荣耀 族长又何必如此固执 非要护着这个不成器的家伙 同为东方式一族 却出手伤人 到底谁才是不成器的 东方少羽伤及同门 立即打入地牢 面壁思过一个月 你们不能动啊 我外公是云海城城主啊 你可知如此对待少羽 得罪的是谁 无论得罪谁 老夫都可以一抵百 如若不信 大可以试试 哼 来 浩儿 你的伤严重吗 爷爷放心 一点小伤 太上长老 他们亲人太善 哼 若是浩儿使出全力 他们根本不是对手 浩儿可是有先天目灵道体 只是我之前告诉他 令他隐藏实力 他这才没有在众人面前展现 真的吗 爷爷担心我的身份 被九州仙门得知 会引来麻烦 所以我一直在后山修炼 爷爷知道你受委屈了 如今你已成年 是时候将你父亲 留给你的东西交给你了 你且随我来 探上长老 现在该怎么办 东方熊竟然敢关押兽云 就别怪我心狠手辣 带我传讯云海城主 好 东方熊等着瞧吧 好 浩儿把生仙令拿出来 好 我可以不不便当好 嗯 刺 凭借此令 你可以联系太医仙门的剑仙玉阳子 他是你父亲的至交好友 曾经一起多次联手朱砂一魔 爷爷 父亲怎么会提前留下这令牌给我 难道 他早就知道自己会遇难 不错 你父亲乃上仙境修士 冥冥之中可感应到变故 自从你母亲在那次诸魔大战中身云 你父亲便立志要诸进一魔守护九州 是啊 面对一魔 爹爹从未退去 你爹爹唯一放心不下的是你 所以给你留下了这些 接下来就让你父亲告诉你吧 爷爷出去为你护发 这线河中 有父亲的气息 爹爹 豪儿 爹爹 您此时在哪儿 爹爹 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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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